大家好,我是韩风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一个显卡 RX580 为什么升级显卡? 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开始用Final Card进行视频剪辑 在视频剪辑过程中我发现电脑有点卡顿 同时导出视频的时候我发现电脑非常慢 这个时候我就想升级一下自己的电脑 所以想更新一下电脑 本来直接想上MVP 2018 但是手里没那么多钱 所以就只能想想了 后来实在是感觉自己的电脑在处理视频的时候太难受了 就考虑把自己已经分担四五年的电脑进行配置升级 经过权衡我决定升级显卡 那么对于E3这款几年前的CPU来说 RX580是否会性能过剩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看看RX580性能表现到底怎么样 同时给大家看一看 为什么现在即使是免区的N卡 也不推荐用在黑苹果身上 OK 那么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 这里面主要进行导处的测试 视频的规格是近三分钟的1080P的视频 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GPU的使用率 RX580能达到100% 而比它性能要过的GTX760既然还没用到全力 这就说明了 Mac OS对于A卡的优化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为什么 即使是免区的N卡也不推荐用在Mac上了 通过上面的测试我们可以看出 RX580相对于Final Cut来说 它的性能是可以被充分利用的 这一点我比较庆幸 因为之前我也担心它的性能过剩的问题 当然 这一个测试并不严谨 但是对于老机器来说 如果你的资金有限 如果你想用Final Cut来进行视频剪辑 如果你的配置跟我差不多 OK 这样的一个升级方案是比较可行的 当然 如果你有钱的话 直接升级高端机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分享关注 如果有问题 请在下方留言 感谢 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